时间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 可不可以有一款车 能够把这个最纯粹的概念表达出来 当下我们处在能源切换的大变革的时代 能不能通过一款概念车 把新能源汽车设计的未来充分地表达 这款纯电动轿跑概念车Time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讲述一个关于时间故事的作品 我们追溯时间的本源 发现无论从科技还是人文的角度 都无法将它解释清楚 只有站在两者交叉的十字路口 让用户去全身心地感受它 所以你可以在Time身上看到许多跨越式的美 Time延续了概念车 Elo 146低趴叙实的姿态 整体为流线型设计 就像一枚凝固的水滴 风阻系数低至0.191 和传统的设计手法 先在车的具体的细节上进行雕琢不同 我们先构建了一个流畅且具有独特性的比例姿态 再跟轿跑的概念相结合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具有突破性的一个造型设计 车身与尾部相接的部分 采用极简的几何切割 将随机车身切开 车身线条曲直相生 放柔并紧 这就是广汽设计打造的新语言设计语言 引刃入水 Time有很多设计呼应时间的主题 比如前脸大灯塑造了一种时光涟漪的形象 它在开启时 依次的翻转点亮 犹如时空交替 缓缓相扣 尾灯则营造了一种光影变化的窗尾空间 它将内外式巧妙地连接了起来 如同时空隧道一样 永恒指针轮毂是遇着对时间的突破 我们用全系投影技术将平面旋转的一种动态光效 展示成一种立体环妖的空间效果 时间不只是单向的流动 也有可能是无限循环对立统一的一个关系 内造型这边想营造一种静谧感 与外造型产生鲜明的对比 半开合适的百叶窗 虚化了物理的空间 打破了边界感 让内外连接起来 像克莱尹平一样没有内外的区别 即冲突又和谐 时间的无限循环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这让我联想到莫比乌斯环 同时我们运用了方圆布局 IP从副架到后排连为一体 以表大屏和方向盘相嵌其中 后排形成独特的转角沙发设计 呈现立体环绕的姿态 在外饰上为了呈现一种奢华的 带有神秘感的紫黑色 我们使用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涂层工艺 它会随着光源变化莫测 内饰上我们用了与外饰反差极大的白色调 并投射了紫金两种补色光 加入了硫金紫 配合了水波纹的设计 会让用户置身于硫金岁月的奢华氛围 时间是什么 不要试图去解释它 要用心去感受它 碳 用精致优雅从容的姿态 塑造跨越时空之美